我們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啟示錄中一些專題 因為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啟示錄的導讀跟研究 大體上我們對啟示錄的一些架構 一些主要的內容 它在講什麼 我們怎麼去研究啟示錄 大概我們在之前就已經跟大家分享過 這一次就從啟示錄當中提出幾個主題專題 來跟大家一起探討 我們先來看啟示錄的第一章第三節 啟示錄的第一章第三節 一章的第三節 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 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 都是有福的 因為日期盡啊 那麼啟示錄一開始 它就談到有福的 也就是說啟示錄是要叫我們得福的 一般我們對啟示錄的感受就是 它好像是告訴我們 這個世界末日的時候的一些狀態 好像蠻可怕的 所以大家對啟示錄都據而遠之 大家都很害怕 所以離得遠遠的 那我們都很少去進到啟示錄的內文當中 來認識了解啟示錄的真正內容 因為我們對啟示錄的理解就是 好像它是在講 末日來臨的時候的那一些可怕的狀況 但如果你讀了第三節 我們就馬上可以知道說 原來喔 讀啟示錄是要叫我們得福的 不是叫我們懼怕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末日裡面 能夠在末日來臨前 來認識啟示錄的內容 來了解啟示錄裡面所記載的 那麼我們才是一個末日來臨前 有福的主的門徒 那什麼是有福的呢 他說要念這書上預言的 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 就是有福啦 所以如果你能夠念啟示錄 能夠聽啟示錄 能夠按照你所念所聽的來遵守 那你就是在末日來臨前 是一個有福的基督徒 是非常重要的 那為什麼說有福呢 有福在哪裡呢 我們先來看彈利里書的第八章 彈利里書的第八章 請看二十六節 在一千零五十頁 所說兩千三百日的意象是真的 但你要將這意象封住 因為關乎末後許多的日子 這是彈利里先知他所看見的意象 然後到後面神就向他說 所說兩千三百日的意象是真的 但是呢 雖然是真的 神告訴彈利里說 你要把意象封住 因為這個意象的內容 關乎兩千三百日的意象的內容 它是有關乎到後來許多的日子 所以因為這是後來的 後來就是在彈利里先知以後的 跟彈利里先知當代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所以神讓彈利里預先看見 有關於兩千三百日 幕後意象的內容 但是神卻要彈利里先知 把他所看見的意象封住了 因為這跟彈利里那個時代 沒有任何關係 這個是跟幕後的日子有絕對性的關係 只不過是神先讓彈利里先知所看見的 那個時候的彈利里他想要明白 因為彈利里他是一個大蒙倦愛的彈利里 他的靈性非常的完美 在之前他還可以為 這個尼布甲尼撒王解夢 他還能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忘記的夢 他還可以為他所忘記的夢來解夢 神又讓他看到有關於當代所要發生的這一些事情 他都能夠一一的來解釋 是詳加的來敘述 但是卻不能夠知道說 幕後要發生的事情的意象 他不知道 他沒有辦法解釋 他不知道到底後來這許多的日子 所要發生的現象 所要發生的事情是什麼 他只知道神讓他看見這個意象 但是他不知道這個意象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神已經把他封閉了 封住了 到了第十章 但你裡就為了這件事情來向神禁食祷告三個七日 二十一天 就是十章的第一節到第三節 他禁食祷告三個七日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明白 他要要求明白 但是神告訴他說 你不會明白 為什麼不會明白呢 我們再看十二章 十二章的第四節 但你裡啊 你要隱藏這話 封閉這書 直到末時 必有多人來往奔跑 知識就必增長 神又告訴他 你不用求 你要把你所看見所聽見 在意象當中的內容 要把他隱藏封閉 隱藏封閉 這個隱藏封閉到什麼時候 到末時 不是 但你裡那個時代的人 可以知道的 他已經把他隱藏封閉了 包括大蒙倦愛的但一裡 靈性完美的但一裡 他都不能夠明白 不能夠明白 跟他這個人 沒有絕對的關係 雖然但一裡是大蒙倦愛 但一裡他靈性完美 但是 為什麼神不讓他知道 還沒有到嗎 時間還沒有到 所以已經把這個意象 把它封閉起來了 封住了隱藏了 你是誰 即使是天使啊 他也不知道的 重點是 時候還沒有到 那這個時候的那個 但一裡 他又不死心啊 他又求 我們再看第八節 我聽見這話卻不明白 就說 我主啊 這些事的結局是怎樣呢 他又不明白 他又想知道 又求一次 到底這個結局是怎麼樣呢 第九節 神就說了 但一裡啊 你只管去 因為這話已經隱藏封閉 直到末時 神又告訴他一次 你不用求啦 你不會明白的 不管你的靈性多完美 不管你是如何大蒙倦愛 這跟你是誰沒有關係啦 這跟什麼有關係 這跟時候有關係 因為神已經把讓但一裡所看見 有關末日所要發生的這件事情呢 已經隱藏封閉 要到什麼時候 要到末時的時候 時間到了 自然會打開 那我們剛剛讀到 啟示錄的第一章第三節 最後這裡說 因為日期盡了 日期盡了 所以 有關於 但一裡先知 他在那個時候所看見 神所隱藏封閉的意象 但一裡他近時禱告三天 三個七日 後來又不斷的向神求 他一直以來都不能夠明白的 這個意象的內容 是因為時候還沒到 所以即使你是誰 向神求都沒有用 也就是說 有關於末後所要發生的事情 一定要到末期來臨了 日期盡了 那麼原本不能夠明白的 現在可以知道了 所以我們剛剛所讀的 啟示錄第一章第三節 他才講 念 聽 遵守 有福了 為什麼有福 因為我們念得懂 我們聽得明白 念得懂 聽得明白 當然我們就知道 我們怎麼樣來遵守 這個跟但一裡的時代 是不一樣的 但一裡雖然道蒙倦愛 但一裡雖然是一個靈性完美的人 但是時候還沒到 即使他想要明白 都明白不了 但是我們今天日期盡了 時候到了 原本封閉隱藏的 已經打開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 來了解 來知道 有關於末後的日子 所要發生的事情 對我們現在來講 啟示錄已經不是隱藏封閉了 但是就但一裡的時代來講 啟示錄內容是隱藏封閉的 他們再怎麼看都看不懂 再怎麼聽都聽不明白 但我們現在看得懂又聽得明白 為什麼呢 因為已經打開了 已經打開了 那我們願意來念 願意來聽 我們就能夠念得懂 聽得明白 懂又明白 當然我們就知道怎麼來遵守 那我們如果能夠按著啟示錄裡面的內容來遵守 那我們就能夠成為 末日來臨前有福的基督徒 啟示錄的啟示兩個字 它的意思就是揭開 揭開 就好像以前的結婚 以前的結婚不像現在結婚一樣 現在結婚都經過戀愛嘛 然後大家都看得很認真 看得很熟悉 就結婚了 但是以前的人不是啊 沒受之言 父母之命 所以當他們兩個人要結婚的那一天 他們都還沒有見過對方 不像現在 以前的人在結婚是沒有見過對方的 是不能見對方的 是閨女 女孩子都要躲在房間裡面 叫做閨女嘛 什麼時候出格啦 就是嫁出去啦 嫁出去之後 她才能夠離開這個房子 離開這個房間 離開這個家 然後到了對方的夫家去 所以這個新郎呢 從來沒有見過新娘 新娘呢也沒有見過新郎 所以當他們在結婚的時候呢 新娘呢就要蓋上一個頭蓋 蓋起來 別人也別想看 當時候在結婚的新郎也沒得看 所以當他們結婚結完婚之後呢 新郎要把這個新娘的頭蓋把它掀起來嘛 那你看喔 先起來的那一個刹那 那個時候的新郎是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新娘也是一樣啊 當這個新郎要揭開她的面紗的時候 這個新娘也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為什麼 因為從來沒有看過對方嘛 到底對方少了一個鼻子 還是多了一個眼睛 還是嘴巴歪歪的 還是走路一百一百的 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都不曉得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見過 所以當他在揭開這個面紗的時候 頭蓋的時候 那一種心情 就好像我們在讀啟示錄一樣 你只要把它掀開來 揭開之後 一目了然 已經蓋不住了 因為 你都已經把它打開了 還有看不到的嗎 對不對 他的臉到底是正常的呢 眼睛是不是一個大一個小呢 鼻子是不是歪歪的 嘴巴是歪歪的 臉上有沒有其他的那個花紋 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嘛 為什麼 因為已經打開了 過去的啟示錄是蓋住的 你想要看看不到 現在的時代啟示錄是打開的 只要你願意用心把它打開 那麼你就能夠了解 到底啟示裡面內容是什麼 但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啟示錄一開始的時候 就告訴我們 我們如果念這書上 聽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 都是有福的 所以大家放心 啟示錄是要叫我們得福的 不是要叫我們懼怕的 不是 不再是一種奧秘 而是一種揭開的事實 雖然它是預言 但是它已經事先讓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之前在跟大家分享啟示錄的時候 就有談到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讀啟示錄 第二個我們怎麼樣來讀啟示錄 這是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兩個主軸 也是有兩次的講習 我想我們如果去回憶一下 或者是回去看看我們的筆記 講義 我想我們都能夠了解一下 有關於啟示錄的一些的內容 我們這一次 因為只有四個分享的時間 所以我就從啟示錄當中找出四個專題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柏拉大河水乾了 柏拉大河水乾了 我們看啟示錄 我們看啟示錄的第九章 十四節 質詮咐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說 把那捆绑在柏拉河的四个使者示范了 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 原本在柏拉大河有四个使者在把守柏拉大河 那第六位天使吹号之后呢 圣经就说了 说把那捆绑在柏拉大河的四个使者示范了 释放就可以让这四个使者认其所为 本来是捆绑着现在释放了 所以原本捆绑现在释放 那就是任凭这四位使者 任凭他们有所为 让他们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神不再捆绑 神不再限制 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这个四个使者释放之后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看十六章 十六章的十二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柏拉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倒入 这边就讲到 这个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柏拉大河 把碗倒在柏拉大河 河水就干了 所以柏拉大河河水会干 是第六位天使倒往的时候 是第六位天使倒往的时候 河水就干了 那柏拉大河是什么呢 柏拉大河我们有些圣经翻译成 又发拉底河 我们现在如果读地理的话 都读成又发拉底河 所以柏拉大河就是现在的又发拉底河 在这个迦南地的北边 很北边的地方 叫做两河流域 迪格里斯河跟又发拉底河 那因为这两河流域 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在大概三十年前 那个美国不是攻打伊拉克吗 海山事件 海山事件 美国攻打伊拉克 大概三十年前左右 那个时候 很多基督教的牧师 他们就用这一段圣经来告诉信徒 然后在这个报章杂志上 在媒体上 平面媒体上 甚至于在当时比较少用的这个数位媒体上 来大肆地来宣导说 世界末日到了 世界末日到了 为什么说世界末日到了 因为第六位天使到晚之后 就是第七位天使 那第六位天使到晚呢 柏拉大河水干了 柏拉大河水干了呢 就要开始战争嘛 所以那个战争的地方叫做哈米吉多顿 哈米吉多顿 哈米吉多顿是一个古战场 从古至今都是在那边打仗 所以启示论就用哈米吉多顿 作为最后的一场战争 叫做柏拉大河的哈米吉多顿之战 所以当时候在三十年前 两河流域就是伊拉克 因为那边产石油 那伊拉克先把科威特给占据了 那整个当地的油田 就好像被控制一样 那美国是 好像是国际的警察一样 他要去为这件事情来 来做审判 所以他就去攻打伊拉克 那当然有很多国家 就跟他联盟 有英国有法国有其他国家跟他联盟 所以他们变成是联盟军队 来攻打伊拉克 当然没有多久的时间 就把伊拉克给攻下来 那这个战争就结束了 那战争结束 那个很多基督教的牧师 他们就哑巴之皇年 他不是说世界末日吗 不是世界末日到了 怎么世界不但没有末日 现在越来越和平 所以可见这里所讲的柏拉大河 当然在历史上 在地理上有这一条河没有错 但是在启示录当中 所谓的柏拉大河水干的 这个柏拉大河 应该不是在指着 这个属物质的柏拉大河的那一场战争 那柏拉大河不是属物质的 到底他所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他所指的是 应许之地的戒合 我们看一下 撞世纪的第二章 撞世纪第二章的十四节 第三道河名叫西底结 留在亚树的东边 第四道河就是柏拉河 这里记载伊甸园 有四条河围绕 一条叫做笔迅河 一条叫做基迅河 一条叫做这个 刚刚所念的西底结河 另外一条就是所谓的柏拉大河 所以当时候神 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 伊甸园就有这四条河流过 所以柏拉大河可以说是 神在地上所建立 所谓属灵神国的一个戒合 在伊甸园被造的时候 柏拉河已经存在了 就是一个伊甸园当中的一个 可以分界的一个戒合 那后来我们知道 亚当夏娃破坏了 神在地上建立王国的这件事情 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嘛 所以后来就被赶出伊甸园 伊甸园就被这个基路婆 跟两面花火的火箭把守 所以伊甸园就没有人能进入 现在伊甸园到底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 因为神已经把他封闭了 封闭 那后来神又拣选亚伯兰 在创世纪十二章 拣选亚伯兰的时候 告诉亚伯兰说 你要成为大国 在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 你要成为大国 也就是说亚伯兰被神拣选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让亚伯兰在地上建立属神的国度 所以祝福赐福给亚伯兰说 他要成为大国 那大国必须要什么 有人民嘛 那我们知道神应许亚伯兰 是要让他人民像天上星海边撒那么多 这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可以读到的 那土地呢 土地我们看十五章 十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十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 我已赐给你的后裔 从埃及河直到柏拉大河之地 就是基尼人 基尼喜人 贾摩利人 赫人 比利喜人 利法因人 亚伯利人 和迦南人 格加撒人 耶布斯人之地 这一块土地就是 神要赐福给亚伯兰的一块土地 那我们注意一下十八节 他说 神就与亚伯兰立约说 我已赐给你的后裔 从埃及河直到柏拉大河 埃及河是最南边 柏拉大河是最北边 这一块土地这么大 是神赐给亚伯兰要建立属神国度在地面上的土地的范围 南到埃及的边界 北到柏拉大河做边界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 柏拉大河是神赐给亚伯兰要建立应许之地神国的一块属物质的结合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告诉亚伯兰 后来摩西 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在旷野的时候 神重新的再讲一次 就是我们讲义里面所说的生命记 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是一章的二十四节 这我们自己看一下 摩西不是从埃及地把以色列百姓从西律的手中把他救出来吗 然后救出来之后在旷野绕行四十年 这四十年当中神跟他们同在 让他们衣服穿不破 鞋子穿不坏 让他们没有在这个旷野当中渴死饿死 这是神的作为 那神重新来告诉摩西说 你要把这些百姓带进到迦南地去 然后重申这个应许 就是我们刚刚 神对亚伯拉应许一样 南到埃及河 北到柏拉大河 那到了约书亚 神要摩西把这个棒子交给约书亚的时候 神又向约书亚再讲一次 约书亚记得第一章第四节 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 到了先知的时代 那个耶利米先知呢 也用象征性的动作 与柏拉大河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柏拉大河 在选民的土地的范围当中 是没有脱掉的 从伊甸围 从亚伯兰 摩西亚就能备下来的相约达 通通用柏拉大合 作为神应许之地的一个戒合 那么这一个应许之地 谁才得到 我们来看《猎王记》上的第四章 《猎王记》上的第四章 《二十节》、《二十一节》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撒那样多 都吃喝快乐 所罗门同管诸国 从大河到菲利斯地直到埃及的边界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 这些国都尽共服侍他 这边就讲到 所罗门同管诸国 从哪里 大河到菲利斯地直到埃及的边界 这里的大河就是柏拉大河 圣经里面只要讲大河的 都是指着柏拉大河 有些圣经翻译成 又发拉底河是同样一条 柏拉大河是以前的称呼 近代的称呼叫又发拉底河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 近代翻译的和和本圣经 就直接把它翻译成又发拉底河 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 有些圣经新翻译的就翻译成又发拉底河 那以前的和本圣经是旧的 那就是这个大河或者是柏拉大河 那你看 所罗门同管诸国 从大河到菲利斯地直到埃及的边界 所以从这些圣经里面就可以知道说 所罗门已经同管哪里了 北到柏拉大河 南到埃及边界的这一块土地 也就是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这块土地 那时候的这个所罗门已经在同管了 那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又称什么 所罗门王又称作和平的君王 什么叫和平的君王 和平的君王就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 叫做和平的君王 没有打过仗怎么有这块土地 谁给他的 当然是他的爸爸 以前的国王是世袭的 爸爸当国王 儿子一定当国王 爸爸会把王位留给他的儿子 以前的王位是这样来的 那所以所罗门王他根本没有打过仗 但是他可以同管这一块土地 北到柏拉大河 南到埃及小河 谁给他的 当然是他爸爸大卫 所以谁完成了这一块土地的应许 大卫王完成了这一块土地的应许 所以你看神要撒木尔去告 这个耶稀的孩子当王的时候 撒木尔看到大卫的哥哥们长得又俊又庭 就准备又要把他告上去了 神就出声音说不是他 连续三个人都不是他 后来大卫来了 就是他 然后就讲 他是和我心意的人 为什么大卫是和神心意 不是大卫的灵修比我们好 大卫他换了三条诫命 对不对 换了第七条 他跟别人的老婆在一起 换了第六条 因为他用计谋把乌利亚杀了 对不对 跟约压 写了一封信给约压 叫他在打仗的时候 让他冲出去 结果敌人出来就把他给杀了 要淹灭证据 再来是第十条 侵占别人的老婆 后来他把他的老婆 把48给娶过来 所以十条诫命里面 大卫换了三条 是不是 所以如果以灵修 以信仰的角度来看 大卫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那为什么神说 这是和我心意的 到底和什么心意 和神应许亚伯拉罕 要得到这一块土地 由大卫来完成的心意 所以真正完成神应许之地的 就是大卫 所以神拣选大卫的时候 才说这是和我心意的人 神要大卫来完成 对亚伯兰的应许 那这块土地就是 北道柏拉大俄 南道埃及河 所以柏拉大河 这一条戒河 在圣经当中 他的用意不仅仅是 物质上属世的这一条河 更重要的是什么 他所涵盖的意义是什么 属灵的 神应许要给选民的 这一个应许之地的戒河 那大卫完成了 大卫完成 那大卫完成之后 这个神的应许就已经结束了 神应许结束之后 其实神在应许亚伯兰的时候 是要让万族得福的 不是只有以色列得福 如果只有以色列得福的话 那么神的爱是局限在一个民主 但是神在拣选亚伯兰的时候 不是只有一族 我们如果读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 第三节就知道 万族必因亚伯兰得福 所以 这一个应许之地 不是仅仅给 这个 犹太人 以色列人 而是要透过另外一种方式 让万族都因亚伯拉罕得福 所以大卫完成了 属世的国度 有第二个大卫要来完成属灵的国度 我们看耶利米苏的二十三章 耶利米苏的二十三章 请看第五节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衣 他必掌王权 行事有智慧 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这个地方又讲到说 神啊 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衣 也就是说 大卫的王朝已经结束了 耶利米苏的最后是 大卫犹大国已经灭亡了 王朝已经结束了 但是在耶利米的预言当中 他又讲到说 神啊 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衣 也就是说 属物质的 属世界的 这个国度已经结束了 但是呢 神又要从大卫的后裔当中 来立一个王 这个王呢 他是有智慧 在地上施行公平跟公义的 我们再看三十章 耶利米苏的三十章第九节 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 三十章就直接讲 要兴起一个王大卫 兴起一个王 这个王跟大卫一样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属世的大卫 完成了属世的应许的国度 现在呢 神又要兴起一个大卫 要来完成属灵应许的国度 这很重要的 好 我们来看 再看 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请看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他要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 主大卫的位给他 主耶稣还没降生以前 神就透过天使来宣讲这件事情 他说 耶稣要为大 当时候耶稣还没出生 那神就借着天使宣告 他要为大 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 主大卫的位给他 所以耶稣降生是要来当什么 属灵的第二个大卫 属灵的第二个大卫 第一个大卫 他完成了神属世的应许 第二个大卫 主耶稣基督 他要来完成 属灵神的应许的国度 这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说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 也是所罗门的子孙 也是耶稀的子孙 为什么不称所罗门的子孙 为什么不称耶稀的子孙 为什么要称大卫的子孙 因为大卫完成了属世的应许 相对过来的 主耶稣基督也要完成属灵的应许 所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是这样来的 因为两个人都合乎神的旨意 一个是要完成属世的应许 另外一个耶稣基督 称为第二个大卫 他要来完成属灵神的应许 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 他要建立一个国度 那犹太人他们不明白 所以他们以为 耶稣要带领他们 来建立一个属世的国度 所以称耶稣为王 但是罗马政府 你要起来当王怎么可以 所以要把耶稣基督制使 你看那个比拉多就问耶稣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主耶稣怎么说 我是 我本来就是 我为此而来 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 必有兵与你争战 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承认他是王 他承认在这个世界上 要建立一个国度 但是耶稣基督的国度 不在这个世界 不在这个世界在哪里呢 我们看启示录 第一章 启示录的第一章 第五节第六节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 从实里所先复活 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度 做他父神的祭司 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这两节圣经就记载 主耶稣来呢 使我们成为国度 我们这本圣经是翻译成国民 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去查一查希腊原文 跟英文版的 其实他是国度 是翻译中文的人 把它翻译成国民 原文或者是英文版的 都是国度 其实他就是国度 那怎么成为国度呢 他是用他自己的血 把我们的最色 把所有的被色 被色的人集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所谓的 属灵的国度 大卫建立了物质属世的国度 是流别人的血 耶稣基督呢 建立属灵神的国度 是用自己的血 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卫 他建立了属世的神的国度 是流别人的血 耶稣基督是第二个大卫 他建立了属灵的国度 是流自己的血 也就是说要建立国度 都要流血 属世的呢 流别人的血 属灵的呢 流自己的血 那到底这个国度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的二十章 二十八节 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八节 圣灵力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你看保罗就在那边见证 他说要牧养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是什么 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耶稣所流的血 在启示录说 要成为国度 耶稣所流的血呢 在使徒行传说 这是神的教会 一样都是耶稣流的血 使徒行传说 这是神的教会 启示录说这是国度 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 神的国度在哪里 就在教会 教会如果是神的教会 那么他就是耶稣基督 所建立的国度 用什么来的 用耶稣基督的血来的 所以如果没有透过 耶稣基督的宝血 赦罪的教会 就不是神的国度 很清楚 神的国度 一定是要用 耶稣基督的血 所买来的 神的教会 所以我们再回到 启示录的十六章 这边讲说 柏拉大河水干了 柏拉大河水干了 柏拉大河这里所指的 不应该是属 氏的柏拉大河 而是属灵的柏拉大河 它是一条 属灵国度的界合 应许之地的界合 那我们刚刚讲到 应许之地在哪里 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国度 在哪里 在教会 所以当第六位天使 倒完的时候 这个时候 柏拉大河水就干了 旧约时代的河水 它就是一个沪城河 你看那个城多 周围都有河 所以别人要进攻的时候 没有办法进攻 因为有河 有河围住 但这个河水干了 什么意思 这种保护已经失去了 没有再保护了 也就是说 第六位天使 把碗倒在柏拉大河 柏拉大河水干了 就是原本我们在教会当中 有神的保守抗顾 现在呢 神的保守抗顾 暂时没有了 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现在都有神的保守抗顾 但将来呢 神的保守抗顾呢 没有了 因为原本 这柏拉大河的四位使者被捆绑嘛 现在怎么样 被松开了 释放了 所以他可以在教会当中 为首欲为 因为这一条河怎么样 干了 所以柏拉大河水干 对我们每一个属神国度的指名 他算是一个提醒 很重要的提醒 如果今天这个河干 那个四个使者被释放了 那我们没有办法盟神的保守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 这是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要特别谨慎的 那我们再回来看 启示录的十一章 启示录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有一根尾子赐给我当作良度的杖 且有话说起来 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凉一凉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凉 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毛衣 传到一千两百六十天 这边就讲到 外邦人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这就是柏拉大和水干之后 在教会当中所会碰到的 外邦人会在教会当中践踏 这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教会 但是如果从教会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第三节所说的 有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 传到一千两百六十天 一千两百六十天就四十二个月 四十二个月就一千两百六十天 所以同样一件事情 不同的角度来看 不同的意涵 一个好像教会被践踏 一个是在征战 都一样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那个柏拉大和水干之后 没有被保障 教会没有被保障的时候 就开始有征战 有征战 那有征战的时候 你看那个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就讲 有一个尾子赐给我 当作良度的杖 要量三个 一个是什么 神的殿 神的殿就是圣所跟至圣所 一个是坛 这个坛叫香坛不是祭坛 另外一个 殿中礼拜的人 殿中礼拜的人 这什么意思呢 神的殿就是教会 教会会被保守 粮就是保守了 神会在这一种 这个大征战大发难当中 神会保守教会 坛呢 香坛是祷告 那殿中礼拜的人呢 是祭司 祭司 就是说 我们今天 在 柏拉大和水干的状态里面 教会会会被践踏 教会会有一场 这个大征战 那这场大征战呢 哪些人能够被保守 就在殿中礼拜的人 在殿中礼拜的人是什么人 祭司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如果不能够成为祭司 那么我们都是被践踏的 什么叫践踏 践踏就死亡 就失败了 以前打仗 如果你打败仗了 你就要被踩在脚下 踩在脚下 你是失败者 你是没有尊严的 但是 外邦人在践踏圣神的时候呢 有些人不会被践踏的 谁不会被践踏 在殿中礼拜的人 因为他是被凉的 被保守的 所以我们今天 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不能够满足于 现在成为教会的信徒 现在或许可以啦 但当到 柏拉大和水干的时候 你如果不是祭司 你还是会被践踏 被践踏就是失败 你在这场争战上 失败才会被践踏 所以我们不要变成是 一个会被践踏的人 而是要成为一个得胜者 这得胜者不是你自己得胜 而是神来保守你 这是有一根尾子 当作凉度的杖 你被凉了 你就被保守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往成为祭司 来努力追求 如果我们不能够往 祭司的身份来努力追求的话 那么现在或许 你还可以过着你的日子 将来呢 柏拉大和水干了 外邦人行为外可证的 要践踏圣神的时候 那么你就是一个被践踏的人 被践踏就是失败 上吊生命的人 这是对我们来讲 非常可惜 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往成为祭司的信仰生活来努力 运用我们现在有时间 有机会可以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来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祭司 那怎么样成为祭司呢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一直到十二节 九节到十二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 招你们出黑暗入其妙观明者的美德 第十节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十一节 现在弟兄啊 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十二节 你们在外邦人当中 应当品性端正 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 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建材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彼得就在这边讲到说 我们是什么身份 君尊祭司的身份 这是我们的身份 但是我们要与我们的身份来配合 你总不能够说 我有这个身份 但是你的生命里面 却没有办法配合你的身份 那就名不其实了 这不对的 所以彼得说 那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 我们怎么来追求自己 让自己成为君尊的祭司呢 他讲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第九节后半段这边讲的 要叫你们宣扬那 召你们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以我们现在来讲是什么 传福音 传福音就是 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要去宣传福音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 传福音好像在救别人 但其实传福音在救自己 因为到时候 如果你不能够做一个 叫你们宣扬那 召你们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美德的 那么你就不是祭司 你不是祭司的话 你会被践踏 所以与其说 传福音是救别人 不如说传福音是救自己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不能够说 我信耶稣了 我就能够得救 现在或许可以 但将来 如果你不是一个 愿意去传福音的人 或者是说 你从来没有传过福音 你不能够当祭司 你怎么能够在这一场 征战上得胜呢 你是被践踏的 所以一个基督徒 一个君尊的祭司 一定要做到 宣扬那 遭你们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要懂得去宣传福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十一节这边讲 亲爱的弟兄 你们是客履 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 禁戒肉体的私欲 我们要当祭司 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这个是我们在未来的挑战 我们现在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比较简单 因为现在的道德观念 还蛮高的 但是将来 将来就不简单 将来不简单 因为你会被人家称为是怪人 这个也不可以 那个也不可以 你是怪人 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 往后看第四章 请看第四节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 他们在这些世上 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 就以为怪 毁谤你们 大家都这样做 你不这样做 大家都放重肉体的私欲 你不放重 一百个人当中有九十九点九个人 都这样做 你不这样做 那你就是什么 不合群嘛 你会被孤立的 你会被称作是怪人的 会被称作怪人 然后被毁谤 这个人就是头脑有问题啦 那这个我们去想一想 挪亚就是这样子嘛 所有的人都在笑挪亚 这个挪亚头壳坏掉了 怎么会在山上造一艘船呢 怎么跟我们说有水要从天上降下来呢 以前的世代没有水从天上降下来 下雨是后来才有的 挪亚的世代是有雾气 没有下雨啦 下雨是挪亚以后才有所谓的下雨 以前没有下雨 以前都是雾气啦 雾气啦 所以当挪亚在讲说 天上有水要掉下来的时候 大家都在笑他 当挪亚在山上造方舟的时候 大家都在笑他 这个人可能头壳坏掉了 头乱有问题啦 但是这个挪亚怎么样 不随从他们啦 不随从他们 照着神告诉他的 怎么做 做哪里 做多长 做多宽 用什么来做 通通是照着神的话来讲 这就是境界肉体的私欲 即使被人家笑 没关系啊 我被笑作怪人 但是在神面前是义人 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我们将来会变成这样 柏拉大河水干了之后 我们就不再被保护 那我们如果不是一个祭司 那我们就不受保护 我们要成为祭司 那么我们就要境界肉体的私欲 即使被称为是怪人 被别人迹象 毁谤 我们都在所不惜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十二节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监察日子归荣耀给神 我们要在外邦人当中 不但境界肉体的私欲 还要品性端正 这个品性端正不是跟外邦人比 这个品性端正是什么 是指着我们遵行神的道 现在遵行神的道可能还简单 将来遵行神的道不简单 因为大家99.9%都微非作歹 我稍微做好一点就比他们好多了 但是不是 你要完全遵照什么 遵照圣经的道理来做 那我们现在如果不懂得圣经的道理 到那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按照圣经的道理来做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将来的日子 将来我们所谓面对的 就是神的保护会 没有 离开 那我们自己要 懂得让自己成为祭司 当自己成为祭司的时候 才能够被保守 那要成为祭司呢 就要这三件 第一个传福音 所以我们想一想 我们现在有没有在传福音 我们现在不传福音 将来福音越难传 越不敢传 越不会去传 那你如果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你就不是神的祭司 因为你没有宣扬那 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我们不要再说传福音是救人 不能够只是这样讲 传福音救人是没有错 但是以我们现在来讲 以我们个人现在来讲 传福音是在救自己 救自己 因为你没有传福音就不是祭司 不是祭司呢 你就要被践踏 所以传福音 我们不要再想说是救别人而已 传福音是要救自己 让自己被神保守 那第二个就是 境界肉体的私欲 越来越不简单 越来越不简单 第三个要品性端正 这个品性端正就是遵守神的道 而不是跟世人所行的道来做比较 不是相对性的好 而是绝对性的好 绝对性就是神的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能够认识圣经的道理 将来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人中品性端正 这个就是我们在认识柏大河水干的同时 我们自己要运用现在可追求的时间 日子当中让自己成为不被践踏的人 被神的良度的葬所良 属灵的祭司 那我们即使柏拉大河水干 我们在这一场属灵征战上征战了 但是我们是被神保守的 好